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午安 我是徐德渊 欢迎今天各位丽临参加 我们第22届的东元奖班奖典礼 从刚刚的影片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基金会在这么多年来 一直持续在科技 教育 以及人文 艺术等各方面 办理了许多的活动 而且也为社会提出了许多的服务 成果也都相当的丰硕 而我们也都知道 人才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关键 22年来 东元奖已经有各界精英 119位获奖 而我们每一位的得奖人呢 也都是具备着 勤恳 赌实 突破 灌烂 长期生根 也对人类社会具有重大贡献 而他们今天都能够在各个领域当中 有了非常杰出的成就 更印证了古人所谓 天道酬勤的名讯 在我们今天的颁奖典礼当中 我们也特别感谢中央研究院 荣誉与院长李远哲先生 今天李院长特别在座 掌声欢迎他 还有我们东元电机的秋纯之董事长 今天也立临 东元奖的总造极人史青泰教授 科技部次长林一平林次长 东元院院长刘仲明刘院长 还有我们各位得奖人 得奖人心友 还有在座的各位贵宾 今天盛情的参与 同时我们今天的现场 也特别感谢台艺方桥国乐团 刚才以思竹岳为我们典礼 增添热闹隆重的气氛 我们也掌声去谢谢他们 同时我们再次也先预告 在今天的颁奖典礼结束之后 我们还特别为各位贵宾 准备了一场弦乐的音乐会 而且这场音乐会 在当初刚刚开始锁票的时候 就立刻已经满足了 所以现场的来宾 待会你们的下半场千万不要离席哦 一定要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 好的 基金会呢 我们的服务领域可以从科技到人文 从教育到文化艺术 都广受各界的肯定 我们的服务方案非常的多 而我们整个基金会的领导 都端来我们董事长郭瑞松 郭董事长的领导 我们今天典礼一开始 我们就先恭请郭董事长为我们致辞 请掌声欢迎郭董事长 李院长 邱董事长 是总召集的 刘院长 林次长 各位得奖的 各位嘉宾 大家午安 午安 很高兴看到很多老朋友 也看到很多新朋友 那么 公允奖已经也二十二届了 作为本基金会的董事长 还是需要用语言来补助 刚刚李维利 没办法全部讲得很清楚的 我们基金会所做的工作 大家也许刚刚也看到了 我们事实上 我分四个事例来描述一下我们的工作 第一个就是延续原住民传统文化 那么刚刚大家也看到呢 这个原住民呢 是只有语言 没有文字 所以除了我们呢 利用舞蹈 歌唱呢 来延续他们的文化呢 我们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 那么比较具体的例子 我们曾经呢 跟几位呢 这个捐助的团体呢 请这个竹上的这个长老 把他们的母语呢 录音 录音下来以后呢 用罗马拼音把它拼下来 然后拼音以后呢 再教他们的这几位呢 这个年轻的竹人来唱 这样的话呢 他们的这个语言呢 才不会被中断 而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 延续原住民传统文化的 努力的一部分 那么第二部分呢 就是补助偏向科学与意识的教育 那么刚刚大家看到呢 我们也有找到非常热心的这个老师呢 可能发时间呢 到偏向去呢 那么另外呢 先训练这些老师 那么也利用这个机会呢 设立很多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团队 那么我们受教的这个青少年呢 达到一万五千人以上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的这个基金会呢 就提供各大学呢 对于这个绿色能源 资讯的交易 那么这个呢 这几年呢 我们办得比较热烈一点 那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呢 从那个京都的协定以后呢 那么气候的变化呢 那么对绿色能源或代替的能源呢 变成世界上每一个国家 或者这个每一个团体呢 都应该注意的问题 那么我们觉得呢 年轻人呢 是最有创意的 所以我们就请每个大学的 对于这个绿色的能源呢 来做一些这个资讯的交流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 大概是这个海峡的两岸呢 互相交流 那么现在呢 已经由美国 还有这个德国 还有这个两岸呢 其很多名校呢都参加了 那么大家刚刚看到那个 李威利里面呢 有一个镜头的 那个很兴奋的 是莫斯科大学 那他们得来一个投奖 他们自己也很意外的样子 我们也很高兴 他们这些热情的 能够带到他们的国家去 那么第四个呢 我们就是东元奖 那东元奖呢 就是我们 东元文教基金里面呢 非常重视各个领域 人才的成就 那么这个 等一下呢 我相信我们的总召集人呢 可以很详细的跟助报告 那么 很高兴呢 各位得奖人呢 在这么多人的这个 当中呢 里面会让我们的这个 审判的 评审的委员呢 重视呢 我相信绝对是一时之选 那么有几位人呢 我特别要谢谢 那么第一位 第一位当然是 这个 我们对这个 院长 每次都 来增加我们的这个光荣 我非常谢谢你 那么 另外呢 就是 施总召 那么 他的这个 公评呢 还有这个 让我们这个奖的 会得到这个社会上的公认 那今年得奖人呢 大概是在抗症 数据科学 呃 机械 齿轮 医药 临床实验 癌症治疗 呃 那么 多是 厚得历生的精神 登高望远呢 呈先起后 那么 能够得到 东元奖的跪魂 在这个 欢欣的时刻呢 感谢 二十二位平时 为本奖把关 我们也 这个 呃 也很感谢 台湾春选乐船 呃 带来我们的这个 签证我们的热闹 谢谢大家 谢谢 郭总监长 我愿为我们基金会 做了讲劲的介绍 基金会成立以来啊 也一直受到 东元电机的大力支持 而东元电机 今年刚上任的董事长 邱淳之女士 今天也是第一次 以董事长的身份 来出席我们的颁奖典礼 而女性 在基建成立当中 已经是少数的 而女性的董事长更是受人的触目 现在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邱董事长 为我们致词 郭董事长 李院长 我们副会长 不好意思 没有来 石总大集园 工研院的刘院长 林次长 科技部林次长 还有各位得奖人 以及各位嘉宾 大家午安 我想 凡事都有第一次 我第一次在这么多的这个 博士跟教授面前 要来deliver一个这个 这个remark 所以事实上 心情是相当的惶恐 我想代表这个东元电机 东元文教基金会 成立22年 那一直以来 我加入东元大概18年 所以在这18年的这个时间里面 我其实是见证了 东元电机的这个董事会 对于这个基金会 长期的这个支持 它是始终如一的 那正如基金会呢 对于这个东元奖 持续办理的这个坚持 那我感觉到坚持不懈 不断的创新 就是整个东元集团 包括东元基金会 一个最可贵的这个传统 那在这地方 我当然要特别感谢的是 郭董事长的领导 以及各界学者专家的支持 共同促使基金会 从科技 教育 以及人文 艺术等面向 不断的完善的进行各项的活动 那每年的颁奖典礼 其实都非常的这个隆重 而且热闹 也让这个得奖人得到 我觉得非常足够 让这个与这个与会的人 都可以感觉到 对于这个得奖人的 这个肯定跟尊重 那所以我想今天的活动 应该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第二十二届的这个东元奖 我想再一次的反映了科技产业 跟人文社会的多元发展 设奖的这个领域 从二十二年前的三个项目 增加到现在三十个以上的项目 让科技以及人文的人才 都有机会获得肯定与奖励 设置东元奖 除了肯定造福人群的得奖人 发挥奖项的影响力 我想也期待像抛砖引玉一样 向社会汇集更多正面的这个能量 这也是东元奖支持东元奖的这个价值 那在这个地方要感谢的是 市总召集人以及评审委员会 每一年度完善的规划 跟眼光的这个独到 对于奖项的设计 奖项的设计 对于科技跟社会的发展 我想都有相当重大的这意义 也令这个身为这个 占助厂商的这个东元奖 觉得非常的骄傲以及欣慰 那在面对这个能源浩劫 跟地球暖化的这个时间 我想今年人类奖 人文类奖里面的森林富裕 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这个议题 我想全球的这个暖化 不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但是我们都必须要有 从我们这个时候 要开始解决的 这样的一个使命跟行动 那今年的 人文类得奖的这个 得奖人赖桑 我想是一个叮叮大名的人物 他投注了三十年的这个时间 在森林的富裕的世界里 乌军奋战 这个抛架弃子 我想这样的一个决心意志 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 那他也让更多人理解 这个种树的价值 让生命的这个森林支援 能够这个蓬勃丰富 东元电机散尽这个企业社会的这个责任 致力于提升这个高效率的这个能源 生产设计节能减碳的这个产品 并继续支持基金会科文共域的社会发展愿景 我想这都有这个殊途同归的这个意义 东元奖每年都会有一些这个创新的这个项目 今年的这个得奖人里面 有一位这个蔡克全蔡教授 他的这个得奖感言里面 他也提到说他很讶异 他的这个土木结构 他在土木结构方面的这个杰出的贡献 会得到这个我们评委会的这个青睐 因为向来这个土木的这个领域 都不是这个东元奖的一个颁奖的一个重点的这个对象 但是呢这个蔡教授他这个发展的本土型的抗震构建 这样的一个东西不正是这个台湾这个地震国家 这个永续存在最需要的这个技术跟产品吗 我想利用创新创造这个永续 难怪我想会得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评委会的这个青睐 那我们的评委会呢 我们历年来看他 对于任何形态任何领域的这个创新 都能够公平的去看待他 去评估他 并且肯定他 我想这样的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确实是令人相当的这个敬佩 那我想今天的主角应该是各位得奖人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的这个恭喜 这个九位得奖人在各项的这个领域里面都大放异彩 更感谢这个得奖人对国家社会发展的这个贡献 卓越的这个贡献 那我在这个地方也代表东远电机 对于各位得奖人至上这个十二万分的这个敬意 也谢谢各位今天参与的这个来宾 那在这个地方也祝今天的这个活动顺利圆满 谢谢大家 谢谢邱总市长 也谢谢我们东远电机长期以来 对我们基金会的支持 而我们东远奖的设例 除了我们要感谢整个东远集团的鼎力支持之外 我们还要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评审委员的辛劳 为我们严选出最优秀的得奖人 那这一次呢总共有二十二位专家学者 担任我们的评审委员为东远奖把关 而今年的得奖人数也是特别的多 现在呢我们就请评审委员会的总召集人史清泰教授 上台说明评选作业以及评选结果 我们掌声欢迎石董教授 我们掌声欢迎石董教授 各位嘉宾各位得奖人 大家午安 今天非常荣幸的来跟各位报告 东远奖这个评审的过程 各位都知道今天是我们第二十二届的东远奖的颁奖典礼 那么这二十二年来呢 由各界就是由我们这个东远呢 所表扬的东远奖的精英呢 已经有一百十九个人 一百十九个人 那么可见呢 我们这些得奖人都是非常不容易 而且也是在各领域非常突出的这些专业的人士 那么因此每一年这个东远奖 不管是来申请 或者是在人文类的这种争选的过程呢 都是竞争非常的激烈 非常激烈 今年呢 比较特别的就是因为优秀的人才实在是非常的多 所以在各领域来竞争的人呢 让我们的评审委员呢 都是非常的挣扎 非常的挣扎 那么因此呢 这五个领域里面呢 有四个领域呢 今年呢 都是两个两名 原来我们东远奖是以一名为主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领域越来越广 那么各界的精英的表现呢 越来越精彩 所以我们的评审委员呢 特别的今年呢 在四个领域里面都有两个 都有两个名额 都有两个这个 那么今年呢 也很特别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科技类里面呢 有历年来呢 最年轻的 就是44岁 就得奖的 那这个就是那个台大子工系的 林教授 那么他跟我们的科技部副次长 李一平是一样的 李一平得过我们东远奖的时候也是44岁 还没有破纪录 那么人文类呢 刚刚这个邱董事长也讲过了 我们今年呢也有 非常特别的 两位这个杰出的人才 那么其中呢 也有学历 可以说是学经历很特殊 那么 但是呢 都是对我们人类贡献非常大的 这个得奖人 也因此呢 我们可以说 这个东远奖的 这个得奖人呢 都不论他们在哪一个领域 也不论他们的出身 都是在他们能够自己坚持的 这个价值的路上呢 非常坚定的 不畏艰难跟打击 那么也不怕 世俗上的不解 眼光都能够非常的远 格局都能够非常的大 那么 虽然是孤独的 经过数十年的 在专业的耕耘上面 都能够验证 古人说的 天道酬勤的教训 我们为这些得奖人 在各领域能够独占熬头的成就 表达最大的敬意 那么 这些得奖人的 这个 这个 事迹呢 我们东元奖 东元基金会的工作同仁 都非常认真 我们看到他们的报告 越来越后 每一年都是花了很多力气 把他们的故事 能够精彩的介绍给大家 所以 各位呢 可以仔细的看他们的这个故事 那么今年的人类 人文类奖呢 在东元奖呢 是一个很特别的奖项 因为东元呢 不只是在科技类方面 那么对于人文类呢 它从设立的第六年开始 就设立了 所以也就是说 二十二年来呢 我们东元奖的人文类奖 已经有办了十七届 十七届 那么很多呢 都是在不同的这个人文的议题 那么尤其是